今天我首先来讲羽毛球的握拍法 要想打好羽毛球 握拍握得正确与否 对羽毛球的技术的提高和发展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首先我来讲正手握拍 正手的握拍 就像两个人见面的握手一样 自然地伸出手 轻轻地把握柄握住 从这个角度看起来就是这样子 三个指头基本上是平行的 食指和中指之间有相对的空隙 拇指轻轻地放在这里 那至于握柄握得高或者握得低 应该来说正确的握发是在这个位置上 再另外一点就是强调 手心不要贴紧了这个握柄握得太死 也就是说有的人像这样的握发 再也有的是这么个握发 这都是不正确的 正确的握发应该是这样子 下面我们接着讲 羽毛球握拍的反手握拍 反手握拍也就是基本跟正手握拍相似 把拇指从这个角度移到这个拍柄的宽面上 这样有利于在我们打反手的时候有利于发力 解释了这个视频 解释了这些图表